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路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佳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副市长黄珊珊 蔡炳坤 来到士林夜市大胆美食 宣布市府结合当地北异中心在地商家 推出士林异想卷 就是民众在北异中心7月2号到10月2号开幕期间 购票入常者都可以得到50元的折价券 可以到摄影夜市消费折抵美食 台北异中心当然是造型很特殊的 特别是我们国际著名建筑师 Rainful Hub设计的 那我们今年在3月到5月有开始市营运 市营运以后一定会发现一些小问题 所以现在正在做迪运 那大概就夏格亚开始开幕 开始开幕 那这个历经直年兴建 3到5月市营运 再到5、6月的运运 那现在要政治上建了 那我们这个当然希望说这个 北异的行程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建筑 所以我相信将来一定是 很多国外观光客会来 其实不止国外观光客 我们大概国内的很多都跑来看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参观动线 其实没有很多就一条 我那条走过一遍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可以让你看到整个剧场后面怎么运作 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 这一定是我们台北的地标 所以非常 将来一定会很多人来 这不仅是我们台湾各地会来 我相信 我估计大概下个月边境就解封了 所以大概观光客就开始会进来 所以刚好在这个时刻盖好 那会很多人来参观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 它的成功一定要带给地方的繁荣 所以这个刚才主持人已经讲过 我们的设计就是看表演以后 可以下载50块的折价券 到市林夜市吃东西 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让这个 北一的成功也带动我们市林地区的繁荣 本来你知道 我们今年在台北登节的时候 就在这里办 那一个礼拜人山人海 我们本来想说 大概就一鼓作气做上去 结果没有想到疫情来了 我全部打回原形 所以现在要再重来一遍了 现在要利用北益的开幕 你知道 再把人潮再带回来 不过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今年的白座之业还在这里办 所以我们开始这一连串 北益的开幕活动 然后再把白座之业 这个 不过还好啦 疫情也大概结束了 所以这一波不会再 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 本来想说这一波上去比照那个 当年我们在西门町办台北登节 一次就把西门町的生意做上去 不过还好 我们后面还做了很多预备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 北益的开幕 加上白座之业 然后一路拉上来 士林异想圈的发向 就是基于北益中心 与士林商圈做好领居的概念 让民众看表演 又逛街 互相聚拢人潮 那我们终于 丑西路要见公婆了 然后压力很大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不晓得天时在疫情 能不能真的准时过去 地利当然就处在这边 人和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商圈 大家在这几年努力 都把整个商圈形象不断的再提升 所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客人 怎么样子导到这边来 那这边大家来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这边是跟他形象中 记忆中的事情不太一样 那个会有加分 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努力导 我们现在从7月2号到10月2号 整整的大概有9万多张票 将近10万张票 这我们努力把这些人通常导过来这边以外 我们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展览活动 都会在广场在这个地方 然后刚刚市长讲的参观贿赂 他会每天带来多少观光客来参观这个 所以他的客人不会只有在周末出现 我们希望在周间都要有 不然这个钱只算周末是不行的 我们努力的把这个地方 大家鱼帮水 水帮鱼 事实上 相信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想来吃东西 顺便来看演出 顺便来参观北益 不是说我们北益帮鱼 你们也帮我们 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大家共融的一个商圈 也感谢这么多年 各位商圈真的努力的在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边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有信心 因为不是只有这三个月 接下来白座之夜 还有我们所有的场馆 通通节目排满满的 所以这是将来变成一个常态性的 我们全年无休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我相信他不会这样 因为一个大活动 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我们希望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融解 今年台北冬节2月21号到2月24号 在我们市里举办这个台北冬节 当初举办之前 跟台北市政府各级的长官 还有我们产巴局文化局 各局处相关的单位 密集的开会筹划 业者也是战战兢兢 然后我们的经验 只要是台北市政府办的大型活动 都会带来单位的繁荣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2月12号我们柯市长来开幕典礼的时候 人潮最多 多到手机讯号 收讯不稳 那个人潮密度真的很高 攀商大家生意都很好 2月份3月份 人流逐渐回流 结果碰到4月5月 疫情又爆发 到现在又恢复原状 现在就是说 借由北疫7月正式开幕 那个吴维祥场场 外面还有很大的广场 有学生族群会在那边表演练习 活乐商圈 然后车流 如果经过北域或是昨天 就看到北域那个造型 还有下面很多学生 有很多人潮的话 所以这个夜市 人都是喜欢往热闹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夜市当中 真的会被来一些人潮 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些市政府的一些重新方案 我们市场处 商业处 谈拔局 文化局都有 然后白色之夜 应该如果说 成员说刚刚市长讲的 7月份渐渐解放的话 然后暑假本来就是旺季 应该会逐渐回流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了 我们已经经过三次了 这次真的没拉拉 如果谢谢今天我们台北市政府 市长 副市长 还有个体党官 对我们市林夜市这么的关心 这么的努力来提供我们商圈 代表三千各位会员 谢谢我们市政府的展望 还有妹妹朋友 谢谢各位 谢谢 副市长蔡秉坤也补充 目前只是启动仪式 市府6月30号将办理地区说明会 邀请民间一起努力活络商圈 我们今天是一个启动 那6月30号下午3点 我们还会到这边来 会办一个地区的说明会 还会邀请地区相关的这些商圈 里长等等都会来 那在说明会上面 会把整个半年 接下来半年我们所有的活动 都让大家了解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加入 甚至如果地方有他们的想法 也可以提案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把这个至少下半年能够延续的 这个整个商圈能够活络起来 北溢中心是由国际知名建筑师 库哈斯设计 外形吸睛 经过今年3到5月的市营运后 现在正进行细部改善工作 即将正式营运 判吸引国内外观光客前来参观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国内疫情仍处高原期 不过根据人理银行调查指出 高达7成3受访者表示 公司维持全员正常上下班 5成7表示有同时确诊 而上班族为了照顾家人 必须请假时 有63.5%企业有提供防疫照顾架 所以跟去年的三级警戒的时候 相比是明显多出了13%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疫苗的普及 再加上企业对于防疫方面的 这个实战经验 日渐的越来越有累积之下 对于这个疫情共存的观念 已经越来越普及化了 好那上班族当然除了害怕之外 还有非常的焦虑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钱还有工作 但是还是最担心到这个疫情 会不会波及到自己身上 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这一波的上班族受访者当中 他们身边有过半数的同事 是有染疫的情况 所以大家很怕把病毒带回家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是不是会不足 甚至说这家人是不是确诊 或是被隔离 那因为根据我们这边的调查 有63%的企业是有防疫照顾价的 不过也是有36%的企业是选择说 让员工请特休或者是家庭照顾价 所以这可能就会影响到全情的部分 好那再来呢 也有很多人他们因为确诊 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三餐 打底三餐 所以变成必须要叫外食外送 那相对来说 整体呢 可以说是薪资如果没有增加 反而还受到通膨的影响 他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的 这个金钱方面的 等于是让他们会觉得很困扰 可能说这个入不付出的情况 也让这些上班族就觉得压力倍增了 这一次我们调查呢 有63%的企业 都是有提供防疫照顾价的 不过我们发现 还是有36%的企业呢 他们对于这个确诊的员工呢 是采取说可能是家庭有确诊的话 他们可能要用特休 或者是家庭照顾价来做替代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到的 就是未来是不是有全情的部分 所以也要提醒上班族特别来留意 其实防疫照顾价是可以提出要求的 有些企业是会提供有新的防疫照顾价 不过以劳基法的认定来说的话 防疫照顾价是五新的没有错 不过呢 他并不会扣到后面全情的一个范围标准 因为劳基法是说明说 防疫照顾价是必须要给的 所以如果说的确在主管这边 他不愿意提供防疫照顾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email 或者是用line 各种方式呢 去做一个确认 等于是留存证据 那留存证据以后 确定公司不给你防疫照顾价 这个时候是可以提出申诉的 针对同仁确诊 公司会采取哪些措施 调查显示高达六成 是办公室环境清洁消毒 其次则是要求员工快筛阴性 才能进公司 另外有一成六公司 会主动提供居家关怀包 这个我们的防疫关怀箱呢 里面除了有这个四季的快筛 还有一包口罩 还有一瓶的酒精以及喷嘴 然后还有像是泡面好几包 还有像零食 然后像是还有这个 维他命C的发泡定 以及这个类似清冠饮的这个饮品 这样就是从无论是个人的卫生防护 或者是营养调配 都放在这个箱子里面 因为这个疫情再起之后呢 就造成很多人不想出门嘛 所以以至于在外面的消费变少 那如果说单靠以外送的这个状况来说 其实对于我们业绩还是影响很大 毕竟客人来能够来到店里面的消费 它的那个客单价才会比较高 那再加上前一阵子有下雨 所以像我们以饮料为主的 这个行业来说的话 就是疫情加上阴雨绵绵 就有造成一些影响了这样子 这个企业呢在常态下的营运 他们当然有一些自己的措施 包含了呢是办公环境的整体的大清销 那当然呢还有一些企业是采取说 这个员工一定要快筛阴性才能进公司 另外呢也有像联发国际这样非常佛心的 会发放这个防疫的关怀包 再来呢是有些企业会帮员工投保防疫险的部分 当然在疫情期间上班族我们也观察出了有四怕 这四怕是哪四怕呢 最主要当然还是害怕说会有无薪假的产生 但是很多人就会问啦 说这个劳动部在发布的这个无薪假调查之中 其实跟上一期比较之下呢 明显是减少了110家 照理来说大家应该是比较不害怕 但是因为我们国人的自主防疫观念蛮高的 所以有减少外出用餐或者是外出住宿 所以相对的这个餐饮还有住宿业 我们发现说呢 他们比起上一期反倒是不减反增来到3100多人 那这无薪假的状况也是从今年度到现在来说 可以是最高峰 所以这个餐饮业相对来说 他们还是比较担心会被放无薪假的 对于公司的防疫措施 调查结果以工作时间全部佩戴口罩 定期量体温回报追踪等最多 整体而言对于任职企业的防疫措施 平均值给58分 显见多数上班族对于公司的防疫落实并不满意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当您家中监视器无法收视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拔下5秒后再接上 接着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并到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网络速度确认正常后 请确认您的监视器设备是否能正常启动 或联络您的监视器厂商 确认设备是否有异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换数据机或监视器设备 请先到官网重新绑定固定IP新设备 若障碍仍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案依刑法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偵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2全国教保记忆竞赛 康宁大学婴幼儿保育学系 一举拿下四个画作与教具制作双料全国冠军 其中四个画作得奖名次 更包办了全国八个名次中的六个奖项 成绩相当优异 我们这次的成绩非常的杰出 非常的优秀 因为这次参赛的大专院校 全国公司里的大专院校一共就有16所 那我们的参赛的作品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四个画作 然后一个是教具制作 然后这两个都是得到冠军 那尤其是四个画作 他又得到前三名 他们一共有得到六项 就是八个名次里头就得到六项 对 所以指导老师也是非常用心在指导 学生也非常的厉害这样子 学生倒蛮认真 还蛮认真 因为那个老师上课 就是教这个健康领域的方向 那就跟同学讲说 平常你们就要这个素养跟训练 那你们要先自己充实自己知识说 如何照顾自己 所以我们又有生理的课程 又有营养的课程 他们认识这些之后 那他们也发挥了创意 去思考说如何去把这一个健康的概念 去表达出来 所以他们花了 将近我们这一次参赛 他们也将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训练 上学也先训练生理健康 下学也先训练营养健康 后来在比赛之前 他们就赶快大家互相讨论 认真的把这个图画画出来 表现得不错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实作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美工设计 教具制作 还有教玩具设计 创新创意的这个作品的相关的课程 都有在开设 不管是必修还是选修 所以这个两位老师都是在自己开设的课程当中 融入这个比赛的主题 所以他们有准备了一段时间了 幼保系许世忠老师指导的四格画作项目 学子们一举拿下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名 以及佳作第五、第六与第八名 获奖学子们也感谢师长的指导 我这次的作品是多洗手多健康 小朋友都很喜欢到户外玩 希望藉由这次的作品 让小朋友了解 要多用洗手乳洗手 然后多吃蔬菜水果 才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哦 这次比赛的作品 大家都很优秀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观摩学习 这次呢 主要感谢我们康宁大学 婴儿保育系的各科老师的指导 尤其是我们的班导师许世忠老师 谢谢他 鼓励我们参加比赛 并给我们细心的指导 让我们大家都拥有这么好的成绩 谢谢 我的四格漫画 第一格的设计是 让孩子认识可怕病毒的模样 第二格是 病毒存在和容易传播的方式 第三格是 病毒侵入体内会产生的身体反应 例如头痛、发烧、疲倦等等 第四格是 有了正确的防疫方法 就能不被病毒侵犯 保持健康身体 享受快乐生活 我希望借由四格漫画的呈现 让幼儿更能印象深刻 并体会病毒可怕及防疫的重要性 期待漫画中的防疫方法 能让孩子自然而然地 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在整个创作绘制的过程中 许世忠老师不断地关心我们的创作状况 时常询问是否遇到困难或是评级 并予以适时的引导及协助 让没有绘画基础的我也能放心 投入于四格漫画的创作情境中 很意外 也很开心 我的作品能得到评审老师们的认同 得到了第二名 很感谢学校提供这个参赛的机会 也很荣幸能为康宁大学又保系整瓜 刷牙 虽然是很常见又简单的事情 但却很容易被小朋友忽略 小朋友也会因为有太多事情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就很难静下来花时间慢慢地刷牙 透过绘画可以让隐形的细菌 更清楚地让小朋友看见 原来吃完东西不刷牙 细菌会在这里哦 小朋友除了更愿意去刷牙 也能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刷牙 除了可以跟同学一起参赛感觉很棒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感谢康宁又保系的 许世忠老师专业的指导 他很有耐心也提供许多相当重要的意见 让我的作品在呈现上可以更好 这次能够获得佳作第五名 我的导师是相当重要的推手 真的很感谢康宁大学又保系许世忠老师 我的作品名称是健康好习惯 那画作的内容有饮食均衡 规律运动 充分睡眠 以及多喝水 这些都是我们平日在幼儿园里教导小朋友的事情 那也希望借由这次的四格画作 可以传达这些健康的生活好习惯哟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那借由这次的比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 我觉得很开心 谢谢世忠老师的指导 也谢谢康宁大学又保系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参加比赛 我们是带小朋友健康成长 所以在平常的日常生活 就要灌输小朋友健康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那个 可是有时候小朋友他没有办法理解 说怎么照顾自己 所以老师常常都会用画画的方式 用很简单的图画 去代表他们生活该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要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 爱惜自己的身体 照顾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可以健康长大 那在生理方面呢 就知道身体为什么会有疾病 平常要多洗手 上厕所 然后那个照顾好自己身体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吃的方面 营养健康也要吃对东西 那老师都会用这种画作的方式来传达 所以有时候呢 他们一进幼儿园 他们就会有一些图画 欢迎他们 然后一进教室 他们就有一些功课学习的方向 那通常小朋友在幼儿园呢 他们有不同的学习区 那学习区老师就会画这个 画画画四个画作 去代表他们这一区 他们应该要学什么 这一区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四个画作 在那个幼儿园的日常生活是 老师是很常见 而且是用来很重要去传达 老师的概念的一个方式 康宁幼宝的学子成绩优异 来自于课程的扎实训练 系主任说 康宁幼宝系科的特色 是师资与课程都经教育部审认 因此学生毕业后不用另外考证照 学历就等于证照 对于投入工作职场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的教保员是教育部审认的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学校毕业的 幼宝系毕业就有这样子的资格 是教育部要审认过 师资要审认过 课程要审认过 所以学生毕业之后 他不用再另外考证照 他的学历就等于证照 就是像世光科 他们要有世光科证照 参加国考 护理科要另外再参加 护理师的证照考试 要再参加一个国考 那我们不用 我们就是他已经教育部认可 你的学制里面的课程 他有32核心 所以最基本的教保员 必须要修的课程 然后这个每一个课程 每一个科目 譬如说幼儿发展 幼儿观察 或者是就是我的专业伦理 这个每一个科目都需要有相关 就是他认可的老师去授课 所以老师他去 每六年会评鉴一次 对 所以师资会做评鉴 然后课程会做评鉴 都是幼儿发展 或幼儿教育相关的背景的老师 才能去授课 所以不是每一间学校的幼儿保课 都有经过认证 据我所知已经有蛮多学校 就是被淘汰掉 对 然后认证过之后 就是他毕业之后 他会有一张教保人员的证书 那这张教保员证书 他有一个号码 每一位教保员都有一个编号 然后这是叫育部审认的证书 上面的编号 所以以后幼儿园的家长 他如果要知道幼儿园的老师 有没有经过何课 他可以去查这个老师 查这个编号 看他是不是合格的教保员 因为我们也有外地的金门的 来台湾学的 对 然后也有花莲的 也有宜兰的 所以我们在实习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比较辛苦 就是他们实习 他们回去他们原来的家乡 比如说宜兰 花莲去实习 那我们有的时候 有老师会过去看他们实习 但是假如没办法的话 现在都有时候用视讯 或是说他先把他 在幼儿园教学状态 寄给老师看 然后老师去指导他们 在幼儿园该教导的 一些注意事项这样 那我们这一个 我们康宁其实老师很多元 我们有应有教育的 有应有保育的 然后像我们是健康领域的 所以呢 那个他们觉得有多元的学习 都会专程来台北这边 学这个幼儿教育的 照顾的工作这样 很多人已经在 这个幼儿教职场 其实有很多年 可是他可能是已经大学 他可能是研究所 但是他不是幼儿教相关 毕竟你在这一方面 也有专业领域 那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我们毕业教育部任何 要合格教保员的证书 所以呢 他们有的已经是当园长 一二十年了 但是因为早期还没有那么 幼儿的大学 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早就从事工作 那有的是已经读别的研究所 那想说要来照顾小孩 比较好像自己也要转换一下生活 就是不要为工作忙碌 但是照顾小孩是一种快乐 自己可以比较年轻健康的一种事业 所以有的就转到这一个 可是你转到这边来 你原先的文凭就没有合格教保员 所以他们还专程礼拜六礼拜天 在进修这个我们的二专或是 那个大选后两年的学制 然后他才可以拿到合格教保员 才可以从事这个相关行业 所以这个行业的专业度 其实一直在提升 就是以前都是高中子毕业 反正可以照顾小孩 就可以进入幼儿了 那现在因为专业的要求比较高 他们要有像譬如说这健康的认知 他们要有专业的知识 他们要了解小朋友的发展的状态 所以都有回来进修 所以现在大家的照顾小孩 这种这个国家幼儿 都提升了很多专业水准 我们是全国最完整学制的一个学系 我们有五专 有二专 有二纪 也有大学部 对 那目前学生是六百多人 是一个蛮 就是在台北地区 大台北地区是经营蛮久 大概有二十 今年是第二十五年 因为我们就等于是 他的学制的衔接是 等于是一条龙 譬如说五专 他们毕业之后 他们其实就可以转接到 我们的二纪或者是大学 他直接可以转过去 然后呢 因为你知道现在 小子化是国外问题 所以现在的托育的这个 所有的对这个 整个国家对托育的投资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现在有很多非盈利幼儿园跟公托 就是各社区都有成立 然后台北市新北市都有 所以非常缺这类的托育人才 对 因为他们的太多这样子的职缺都开出来 然后而且薪资现在已经非常高了 今年的非盈利幼儿园的薪资 已经到三万七千八了 对 就是武装一毕业 大学一毕业就有这样的薪资 所以他已经远高于一般的大学毕业生 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培育人才这一块 这样完整的学制 所以学生会很想要来 康宁大学婴幼儿保育系结合理论与实物 将持续为社会培育更多的优秀幼保人才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你们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在老师与家长的陪同下 小朋友盛装打扮上台开心的 与金融市长牛昌合照 这是金融市精英奖颁奖典礼现场 去年因为疫情无法举办公开颁奖 今年在疫情巨缓下恢复实体仪式 刘友常特别向所有获奖的同学表达恭喜 也感谢师长辛苦的教导 更祝福所有毕业生 能够蓬城万里 顺利向下一个学习阶段努力 能够得到金融奖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容易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一定是表现的最优秀 受到同学的一个肯定 也受到老师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那我想今天这个是莫大的一个荣耀 那其实还是要恭喜这个家长这么优秀的子弟 那但是要最感谢的其实还是校园里面最辛苦的老师 还有校长们的一个指导 那最后市长也要进入所有的毕业生 大家蓬城万里进入到新一阶段的一个学习的历程 全市共有323位优秀的毕业生获得金银奖殊荣 其中中兴国小特教班的张浩宇 虽然患有重度多重障碍 却总是展现开朗灿烂的笑容 并勤奋好学获得师长同学的好评 他在平常上课里面 常常用开朗的笑声来影响到周遭的小朋友 他虽然身体有蛮多的障碍 但是他却在学习上还有动作的表现上面 越来越明显的进步 中校国小富佑的傅凯杰则是绘画高手 身上穿的各类恐龙都是他的杰作 凯杰他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小孩 然后很会画画 然后念唐诗啊跳舞啊都很棒 然后参加53届世界儿童真话比赛得了佳作 然后身心障碍的绘画也是全市的佳作 许多得奖学生也很开心 六年来辛苦没有白费 更期许未来能更加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就是很开心能拿到这个奖项 因为其实在班上我有很多竞争的同学 我觉得金奖代表着我这六年来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你是证实了我六年来学习的努力 还有就是师长的努力也得到证实 还有家长培育我们的用心 而这座象征得奖者展翅高飞的金奖杯 其实是以这一位二性广色科学生陈佩瑜的设计为基础 选择就读时间大学服装设计系的陈佩瑜很开心 自己的设计图能成为真正的奖杯 教育处长杜国正强调毕业并不是结束 而是人生另一个重大里程碑的开始 像所有学生都能像奖杯上的黑渊一样 拥有远大的目标 精准的眼光以及专注的意志 展翅高飞 勇敢朝人生目标前进 记者张启腾 金奥报道 一箱一箱的N95口罩送到医院 要捐给金奥四大医院及各诊所 立体抵护 齐心防疫 虽然金奥的疫情趋缓 但医院及诊所的医疗物资 仍然消耗快速 尤其是N95口罩 第一线医护需求量大 那因为我们基隆的染疫的情况相对来讲 跟全国来讲是相对严重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防护都非常重视 那我们目前大概就是第一线会接触 比较高危险的 还有专责病房 急诊室 这些护理人员 我们一定 还有医师一定都会给它最好的一个防护 所以这N95主要是用在这些比较危险性高的地方 社团法人台湾台北医疗联盟协会理事长赵宗杰 与立委蔡思英 23日将1万1500多片的N95口罩 捐给基隆士大医院及基层诊所 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Omicron就刚如这个委员讲的 就在全省肆虐 那其实我们台北医疗联盟不仅是捐赠这个N95口罩 我们陆续也会捐赠一些像快筛4G 干洗手我们也会陆续捐赠 我想这个委员大力的争取 这无非就是要让基隆市民有更好的防护 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们的医疗院所都是站在第一线最辛苦的 那面对高风险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的防护需要更好的防护 那当然最佳的防护的口罩就是N95口罩 那其实过去我们也有曾经都有送过 那这一次是我们想说 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医疗联盟 我们的理事长赵宗杰赵老师 他特别又在重新募资了一次的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口罩 那我们也跟相关的医疗院所联系之后 他们也觉得确实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样的捐赠仪式 我们基隆的几个重要的医院 我们全部都会送给他们 那我今天我们特别选在 三种的基隆阵容医院区这边 有我们三种院长 还有我们其他医院院长来代表来接受 那我想说这是主要是我们非常感谢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 基隆疫情虽然趋缓了 但防疫物资需求量大 上市布里基隆医院 累积收治了2000多名的确诊者 随时都要保持医疗量能稳定 及足够的防疫物资 从开始确认到开始到今天 我们大概收了2000多个确诊的病人 那有中度那也有部分的这个重度 那其实这段时间我们的胃材 是要提供我们第一线的医疗通人 那我们有所谓高风险的单位 比如说急诊 那我们还有ICU 我们还有这个专责 然后还有负押隔离病房 现在还有开刀 有一些是确诊的需要开刀 还有产妇 它是确诊的产妇 其实这个让我们的员工 曝鲁在第一线高风险 是一定要用N95 那当然N95是现在是大家都需要 特别在我们基隆开始疫情爆发 从去年的5月升为全国三级 那今年3月开始 4月那是更严重 那非常谢谢 这次透过我们的蔡委员 给我们这些媒介 台北医疗联盟关心基隆 缺什么就捐什么 用行动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感受到满满的爱和鼓励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还有我们的蔡新蔡委员 长浩和张议员 获得民进党提名参选 金融市的蔡世英 一个早上接连出席两场 捐赠仪式 用行动力挺医护人员 并关心弱势民众 那在这一次获得征召之后 今天我特别早上就参加了 两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关怀医护人员 以及关怀身心障碍团体的 这样的两个活动 这个是我们之前就规划好了 我们用这两件活动 当成我今天开始的参与 告诉所有的金融市民 市营是站在最第一线 市营是站在最基层 市营永远把基层的 基隆市民的想的需要 放在我的心上 基隆市民第一线的需要 就是市营的需要 基层的基隆市民的需要 就是市营的需要 另外我们一同 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打赢这场战争 也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市营今天 第一场的跟第二场的参加活动 所要表达出来 最重要的意义跟含义在这里 针对时代力量 市长参选人陈维仲 批评他只是现任市长接棒者 只求好接好棒子 并没有任何开创性的方向 对此蔡世英亲自回应 我们来接棒右昌市长 是最佳的不二人选 接棒右昌市长 不会有所谓重新来过的问题 不会有所谓的重新规划的问题 我们节省了重新来过的时间 节省了重新规划的时间 因为基隆人不能等 我们基隆市要继续大步的往前迈进 尤其在城市博览会这段期间里面 展现出城市的一个改变 我想这也是基隆人要的一个事情 看到这么多的基隆市民 还有外地的好朋友 来到基隆 给予我们基隆市发展的肯定 代表着过去这几年来 右昌市长加上适应我们推动的目标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第一个在跟各位报告 那昨天适应很高兴 获得民进党中职会的推荐 参选下一届的基隆市市长 是第十九届的市长 那对我来讲这是个责任 那也是个荣誉 更重要是我们有一个对基隆 乐爱基隆这块城市的心 适应长期以来在基隆生根服务 目前所有的参与者 没有人像斯盈一样没有离开过基隆 蔡斯盈表示 有信心接棒李游昌市长政策 并延续规划中的建设 自己二十几年从助理开始选上立委 都没有离开过基隆 永远会跟基隆市民站在一起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在海洋广场上 时代力量党主席陈娇华与秘书长白清芬 为基隆市长参选人陈威中披上战袍 陈娇华表示 陈威中在议员期间理性万证 更推动许多进步的议题 因此推荐他代表时代力量参选基隆市长 希望与基隆市民共同打造更好的基隆 时代力量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 我们踏出非常大的一步 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们推出县市长的参选人 那陈威中议员在议会在议员的这个任务任期中 我们知道他表现的非常的优异 也受到市民的肯定 尤其在年轻朋友对威中的支持非常的高 那这也是他愿意这个放弃连任的机会 愿意挑战为基隆奉献更大的这个市长的这个任务 所以今天时代力量在2022年第一次推出 县市长的参选人从基隆出发 也是我们认为台湾需要有一个年轻的力量 这个正义的力量 而且是有能力的力量 陈威中则强调在海洋广场接受战袍象征 时代力量市长参选政治起航 他并以上海共好移居港督提出九大市政愿计 放弃连任市议员毅然决定参选基隆市长 就是希望让基隆人除了蓝绿外能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身后就是基隆港 那其实是基隆连接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点 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市民的广场 在这边我们时代力量呢 象征说基隆的这一场选战 我们在这里出发 那我也很荣幸成为时代力量提名的基隆市长参选人 那我们也认为是说 今天其实会透过这场记者会和市民说我的市政愿景 我们总共我们最重要的市政主轴是 山海共好移居港督 那其实这是非常有基隆特色的 我们跟环境自然可以共存共好 那同时呢我们又破坏一个处于港督的永续发展的愿景 除了陈威仲包括安乐区市议员参选人江兴怡 及七路区市议员参选人陈凯宏也分别说明参选政建 期盼透过新政治的突围翻转基隆 山海共好移居港督 移居港督 记者张琴辰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只能这样咯 那就快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出去了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当您在家中使用OTT影音服务 出现收视异常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后再接上 并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接着至本公司官网 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如果测速结果正常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此时 是否能浏览其他网页 如果可以顺利浏览网页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是否使用非法基上核 提醒您 任何侵权及非法来源的影片 都可能导致非法基上核 无法正常收视 本公司也无法保证影片品质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再召唤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 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喔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 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即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药集团 关心您 怎么叫 有追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药宽评吧 中药宽评 中药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T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去了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氣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組分享 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 都很緊張大家 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 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 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 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 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疫情期間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綠色按鈕 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 轉達給親朋好友哦 記得 受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 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 對抗病毒正向防疫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組分享 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避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 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复蕁 北 石 北 石 北 北 感谢观看